Shalom,大家好,我是金金来,好久不见了 今天我要跟弟兄姐妹们要分享的是 Segula,当然这是西班文,Segula 我们发是Segula,神宝贵之名 我们这样发应该可以吧,神宝贵之名 Segula, God's treasured possession,这就是我的题目了 今天的学习呢,Biblical Semantics 中文应该可以翻译圣经语义有关的 因为有些西班文的单词呢,其实非常重要 只有我们接着译本来看的时候 看不出来到底是哪个字 可是我们熟悉比较熟悉 西班文圣经有一些单词呢,非常重要 其中一个是作为圣经西班文单词,这个Segula 非常重要的,我自己暂时翻译是神宝贵之名 我们还没开始继续说明这个Segula之前 稍微看生命界,这个摩西无尽当中最后一本书 跟这个Segula有关系 这本书呢,主要的内容是神与他的殖民之间的月的更新 这是他们还没进入到灾难地之前 提到这本书的,这个圣经所有的内容 刚刚灾难地的门口可以这样说吧 那么这个神借着立月来预备他的子民 让他们值得在英学之地做出灾难地的生活 所以他们还没进到灾难地之前 要好好学习圣命界的内容 或者跟神,为神,重新,更新这个约 这非常重要的 那么这个照度来看圣命界的主持是什么呢 第一个是耶和华他是独一的神 非常重要的 第二个是以色列一个独特的民族 这就是跟Segula的概念有关系的 第三方面差不多耶和华为以色列的关系 一个独特的关系了 这个也是跟Segula有关系 这个Segula这个西班牙词呢 刚才说为耶和华为以色列之间的独特的关系 表达这个内容的就是用Segula来表达的 这个西班牙词根它的字根是Sagar 其实这个字根而来的另外的单词有没有出现呢 其实没有出现 只有这个名词 这个Segula是名词 名词而已 一共在西班牙词根中出现八次 其中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个圣命界里面的三次 所以这个出现不多 可是虽然出现不多 其实非常重要的一个单词 那么我们从这个一共八次出现的这些经文来看 这到底有什么意思呢 这基本的意思呢 财宝的意思 英文Special Treasure 这是戴上 离戴之上 二十九章第三节 还有传道书第二章第八节可以看到 那么更独特的意思呢 这是我们要注意到的那个神宝贵殖民 跟神有关系 这个也是圣命界的主要的内容 当作一个 God's Treasure of Possession 或者People 这个初爱集集 十九章第五节开始出现 圣命界第七章第六节 十四章第二节 二十六章十八节 你看圣命界三个地方 提到这个Segula 还有诗篇一百三十五篇第四节 还有马拉吉书第三章十七节 这些地方都是这个Segula这个单词呢 带着非常重要的意思 就是神宝贵殖民 首先我们看这个Segula 它的意思是财宝 在最深的我们可以找得到 在两个地方 当然有一些译本 很可能不一样的了 已经在这里 这个和本里面已经翻译的不一样的 历代之上第二十九章第三节 却因我信众爱慕我神的殿 这是大卫王说的 就在预备建造圣殿的材料之外 圣殿的材料之外 你看一般的材料吧 又将我自己继续的金灵线上 建造我神的殿 这里继续的金灵 这个金灵不是普通的材料吧 这是特别的很重要的财宝 这是继续的 所以英文ESB怎么翻译呢 moreover in addition to all that I have provided for the holy house I have a treasure of my own gold and silver 这里有treasure 就是财报的意思 这个翻译不错的了 财报 这个中文的继续的金灵现象 继续的呢 从Segula而翻过来的 另外的经文是传道书第二章第八节 唯有为自己继续金灵 这里的继续呢 这里历代至上29章第三节的继续不一样的 这个是Segula而来的 可是这个传道书的继续呢 另外的动词 那个是Kanas而来的 继续金灵和君王的财宝 这才是西班牙的Segula的翻译 财宝 并个神的财宝 它在中文重复 西班牙只有出现一次财宝 Segula 又得唱歌的男女和世人所喜爱的物 并须多得妃嫔 这里的英文的翻译也是treasure 这里两个都是treasure 这就是财宝的意思 这是最基本的意思了 Segula 这个西班牙文单词 第二个意思是神宝贵殖民 非常重要的 一共六个经文 其中摩西五经里面四个地方 初埃及记十九章第五节 生命记有三处 七章第六节 十四章第二节 两个是一样的内容 还有二十六章十八节 我们先看这些摩西五经出现的吧 初埃及记十九章第五节 如今你们若是在听从我的话 有话说的 遵守我的约 就要在万民众作 输我的子民 这个输我的子民 就是Segula 英文 NIV的翻译是treasure 的position 因为全地都是我的 这是耶和华说的 耶和华要把以色列百姓 当作输他的子民 输我的子民 Segula 非常重要的一个词了 生命记三处经文 第七章第六节 十四章第二节一样的内容 因为你归耶和华 你神 为圣洁的民 圣洁的民有关吧 耶和华你神 从地上的万民众 捲选你 然后呢 特做自己的子民 这个也是NIV ESP treasure possession 你看 这个是输我的子民 除埃及记 十九章第五节 生命记 第七章第六节 十四章二节 是特做自己的子民 中文声音很可能 翻译的人 发现这个单子 非常独特的 所以他们 这么长的表达 来翻译这个 Segula 一个字 特做自己的子民 最后生命记 二十四六章十八节 第三个经文 生命记 耶和华经日 照他所应许你的 也认你为他的子民 这里单单翻译子民 没有输我的子民 没有特做自己的子民 英文的NIV Tresor possession 一样的翻译 是你经守 他的一切 这些民 这个三处经文 这个四个地方 对不起 除埃及记 十九章第五节 还有生命记 三处经文 都是Segula Segula 我们可以看到 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 这个西班 Segula里面 然后呢 还有两处经文 那个是诗篇一百三十五篇 第四节 还有马拉吉书 第三章十七节 我们先看诗篇一百三十五篇 第四节 耶和华 卷显 这里有单词出现 这个卷显 耶和卷显 雅各 归自己 然后呢 卷显 以色列 特作自己的子民 这里五个字 特作的子民 因为自己有另外的单词 西班里面 特作的子民 这个就是NIV Tresor's Possession 西班就是Segula 马拉吉书 马拉吉书 最后的马拉吉书 第三章十七节 万经之耶和华说 在我在我所定的日子 他们必须我特特归我 特特归我 这四个字 NIV Tresor's Possession 西班里面是Segula 你看 有点不一样的范围 可是呢 都是从Segula而来的 你看范围的人可能是找不到一个单词 比如说核实的 所以他们有不同的表达方式 特作的这样的子民 或者特特归我 我必人序他们 如同人人序 夫是自己的儿子 有的是看起来是 这里是有点像动词的表达方式 可是这些 在西班里面Segula 都是名词 非常重要的 耶和华神 为以色列的关系 神捐献以色列人 把他们当作他自己的特别的 特别管理的 为他自己的这样的子民 这就是Segula的意思 我们看这些经文 看得清楚吧 我们有的是研究 新作业圣经 特别你不是很熟悉 这个西班没什么关系 我们有The Septuagint 其实是一本 这个呢 耶稣来到世界之前 犹太人在埃及 这个把西班的作业圣经 翻成希拉文的 大概出千两百年左右 非常非常重要的 因为这个希拉文 刚好我们新列圣经 初后第一世纪完成的 这个新列圣经 希拉文圣经 一样的希拉文 所以你有这个七十四一本 然后呢 跟西班的作业圣经 对照 我们可以学习很多很多 那么Segula 这个西班呢 在这个Septuagint 七十四一本里面 怎么表达 怎么翻译呢 我们可以调查 非常重要 你不太懂 希拉文没什么关系的了 这里我放了英文 这里前面放了希拉文 还有我放了东词呢 还是名词呢 还是形容词 这一类的 我都告诉大家了 离大日之上二十九章第三节开始 这里呢 希拉文还是读一下吧 我贝利贝比美 这个我们现代希拉文的方式来这样读的 它是动词 贝利比喻的变化嘛 这个英文翻译 What I have procured 就是我得到的 这样的意思 传道是第二章第八节 也是这里呢 Peculiar Treasures 这是一个名词 名词 在其实这一半有两个不一样的 这个是我说的 Noun 1 Bediusius Mose 这个是很独特的 独特的 这样的那个财宝 Tri-GD十九章第五节 这里也是用的是形容词 这个形容词呢 这个也是 Peculiar People 就是独特的名 这样的翻译也可以 Bediusius 你有没有注意到 这些都是希拉文差不多一样的 不是差不多 同样的这个那个 呲根而来的 所以他们也注意到这个 Ceula这个单词 他们用的虽然是动词啊 名词啊 或者形容词 还是词根都是 词根都是一样的 圣明这三处经文 一样的那个形容词来翻译 那个Bediusius 你看同样的 Bedius这样开始的 诗篇一百三十五篇 第四节 是一个名词 第一个名词 Bediusiusmos 是一样的 出现 那个是 我们可以翻译的 那个财宝 哪一个财宝呢 就是非常宝贵的 尊贵的 这样的 很独特的 这样的财宝 最后 马拉吉书第三章 是七节 是另外的一个名词 那个Bedibis 我们要注意看这个单词 Bedibis 没什么关系 这个Bedibis 还有 Bediusiusmos 虽然是它的forms 它的那个 看起来不一样 可是其实可以说 同样的意思 所以英文的翻译 也是A peculiar possession 这样的翻译 这些就是我们在 七十四一本 看到的 这些希腊文的翻译 而且它们呢 都是百分之百 从同一个 那个磁根而来的 我们插了这个 七十四一本之后呢 现在继续到 那个希腊文的 希腊圣经 我们这样研究圣经的 这个有好处 七十四一本 就是好像是 Bedibis 草莲一样 你不太懂西方 没关系 接着七十四一本 插看 有一些西方人 当然是你要插好的 那个在七十四一本 怎么翻译 然后呢 那个希腊文来 在希腊圣经 又看在哪里出现 它到底有什么意思 这样我们可以 新周约的那个关系 我们可以看到的 那么在新约圣经里面 跟セグラ 西班牙关的 希腊文单词呢 我们刚才接着 这个七十四一本 我们看看吧 第一个东词呢 Bedibio 在新约圣经里面 出现三词 第二个那个名词呢 Bedibis 我说要注意到这个 出现五词最多 Bedibis 新农词Bedibio 只有一次了 另外的那个名词 Bedibio 这个在新约圣经里面 你找不到 所以至少这三个单词 Bedibio 动词 Bedibis 名词 Bedibio 这个新农词 这三个单词呢 在新约圣经里面 怎么出现 它的在乡校里面 有什么意思 我们会发现 这些经文里面 差不多 我没有说百分之百 差不多 这些圣经 希望セグラ 有一样的 这样的重要的概念 我们看看吧 我们先东词开始吧 东词 西大人是Bedibio 在新约圣经里面 出现三词了 这个呢 很可能你会说跟 セグラ セグラ在西班里面 名词吧 没有直接关系 可是我觉得还是 你可以发现 有一些关系了 我们看那个 注意看内容 一个一个来 首先 如扎福音 如扎福音 17章33节 反正想要 保全 这个保全是 Bedibio 这个动词 它的变化在这里 Bedibis ESV的翻译是 To preserve 所以保全 跟那个英文 Preserve 差不多一样的概念 圣命的 我比较喜欢 帮你 性命的 在这里 四个圣命 都是性命 比较好 凡想要 保全 保全 性命的 你看 这性命是非常重要的东西 这个保全 性命的 虽然 没有这里 没有说 作业圣经的 那个セグラ的概念 那个神 宝贵之明 还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单词 保全 性命的 必上吊 性命 凡上吊 性命的 必救火 性命 这是第一个 动词 Bedibio 出现的经文 动词 Bedibio 在新的圣经 第二处经文 是 石图 新传 第20章 28节 圣灵日 你们这是 保罗说的 圣灵日 你们做 全群的 监督 因为你们这里 是长老 造会的灵修们 全群的监督 你们就当 为自己谨慎 也为全群谨慎 这里全群 当然是造会了 弟兄姊妹们 牧养神的造会 就是他 他应该是神 用自己学 这里翻译 应该有误差的了 我确定这里的 DU IDIU 这个希腊 不是神自己的 也是神的 可以在那个 独圣者 神的基督 一定要在一个名词 因为这个 DU IDIU 这个用法 是非常独特的 这样的话 你不对的了 圣经没有说 神自己流自己的血 神就是流 他自己的独圣 儿子的血 所以就是他神 就是他 用自己的独圣 儿子 这是我加进去的 自己的 独圣者的血 所买来的 这个买来的 另外的翻译 咒诅的 这个买来也好 或者咒诅也好 这个是希腊文 Belibiel 这个动词的翻译 英文的翻译 ESB是 Which he obtained 差不多买来 或者咒诅呢 比如说 扎进去 这个 在我们神学方面的 这样的概念 已经扎进去了 这就是Belibiel 这个动词的翻译了 第三处经文是提摩台称书 第三章13节 因为善做执事的 你很想做执事 这是也是保罗说的 我们都知道 自己就得到美好的地步 这里得到 Belibundi 这是英文的ESB 是Gain 得到 翻译得很好 这个也是跟那个 我们的西方 Segura有关的动词了 美好的地步 并且在基督耶稣里的 真道上大有胆量 这个真道在这里呢 Bistis平常翻译是 Faith 信 信实 信心 信实的意思比较多 这个是真道 这里这样翻译是蛮合适的 其实很多地方 那个希腊文的Bistis 何本用那个真道来翻译的 那个按照相效 你不可能翻译 那个信心或者信实 很可能比较好的了 反正这里的 我们主要的看的是 得到 这个Berrywende 这个是动词 Berrybio的 Berrybio的变化 英文的Gain 得到 这一些 夏威跟这个 Segura 这个 财宝也好 这个 水神的 这个特别的 这个独特的 这个宝神的 宝贵的 知名的 又是我们可以学习 得到有些帮助了 那么我们看 名词 Berrybisis 这个在训练圣经里面出现最多的 以佛所书第一章十四节 还有特撒罗伊札 前书第五章 第九节 特撒罗伊札后书第二章十四节 还有希伯来书第十章 三十九节 还有彼得前书第二章 第九节 我们先看中间的这个 特撒罗伊札前书第一章开始 三处经文 那这些呢 夏威跟Segura有关的 可是有一点距离 他用的有一点 不是很看得不清楚的啦 没关系 我们先看特撒罗伊札前书第五章 第九节 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 乃是预定我们 接着我们就耶稣基督 得救 这里得 英文ESB是obtain 这是得救 跟拯救 救恩有关系的 这个得 这个不是一般的得 特别用这个得救 救恩来 接你神和你自己的关系 接着耶稣基督 特撒罗伊札后书第二章十四节 神接着我们所传的福音 这里提到福音 照你们到这地步 好得着 这里得着 英文ESB obtain 再来 我们就耶稣基督的荣光 这里是荣光 这里是得救 差不多一样的内容吧 希伯来书第十章三十九节 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成轮的那等人 乃是有信心 你是灵魂 或者性命得救的人 你看这里得救 preserve 这是耶稣的翻译 三处经文 这三处经文虽然用动词来翻译 英文也好 中文也好 都是用动词来翻译 这个是名词的 Belibis 出现的三处经文 现在新列圣经中 应该直接跟周围的 Segula的神宝贵 殖民的汉利有关的三处经文 两处是那个名词的 Belibis 一幅所书第一章十四节 还有彼得称书第二章第九节 另外一个地方是 新农词Belius 提多书第二章十四节 这三处经文呢 应该我们要讨论的 这个神宝贵殖民 这个汉利的 这个Segula有直接关系的 我们先看 以佛所书第一章十四节 这圣灵是我们的 基业的凭据 只等到神致民 若你看那个印刷本 那个荷尔本的神 他的意思就是 在元论里面 没有出现的致民 那民 这个就是这个Belibis 这个名词的Belibis 那么民 荷尔本圣经文会提供你 有一些那个 括号里面 那个元论 他这样说 元论是什么呢 产业 产业 他认为那个是 神之 神的产业这样 背熟 是他的荣耀得着称赞 这个英文的 范利比丘场 NIV Those who are God's possession 那些 他们是什么呢 神的 神所拥有的 神的殖民 这样的意思吧 这就是 确定这里的Belibis 的来源是 它暗示 我们可以说这样 而路上暗示 这个最圣经的 Segura 是特别的 独特的 这样的宝贵 知名的意思了 这就是Segura 有直接关系的 师徒彼得 他也用过 这个名词 Belibis 彼得前书 第二章 第九节 唯有你们是 被捐选的 这里 我们好几次看到的 这个捐选 这个动词 祖类 是有君尊的祭司 祭司 是圣洁的国度 是属神的子民 这个属神的 这个就是英文 ESB His own position 因为这里有名 这个有 单词 子名这个单词 所以属神的 翻译 只有His own position 属神的 要遭你们宣扬 那遭你们出黑暗 入奇妙光明 者的美德 这里的概念 应该是 作业圣经 Segula 一样的概念 概念吧 我们就是 神护照我们 神捐选 我们的目的 是什么呢 让我们做 祂特别 祂的独特 祂的宝贵 的殖民 这就是 祂的目的 最后 这个 体多书 也是保罗的 他在这里 用的是 Beliusius 这个就是 新农词 他为我们 舍了自己 这里的 祂是 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 我们一直到现在 都看着 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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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祂就是 耶稣基督 我们看看 祂为我们 舍了自己 要输我们 脱离一切罪恶 又解禁 我们 特做 自己的子民 当然 看乡下 这里的自己 是耶稣基督 这里说的是 不是说 特做神的子民 那是特做耶稣基督的子民 热心为善 英文 ESB A people of his own possession 法尼是一样的 你看 特做自己 耶稣基督的子民 神的子民 就是耶稣 自己的子民 一样的概念 这就是 Segula 从西班牙 开始 经过 这个七十四一本 还有新年 的 所有的 西大人的单词 来 我们插 看这个 Segula Berry B是名词 或者 信仰是 Berry 能够 就是提出的 这些经文当中 看到神捐献你 神把你做的 做的 祂自己的 特别的 这样的子民 耶稣自己的子民 我们感谢主 我们今天的分享到这里 我还是用这个 明书记第六章 二十四节到二十六节 的祝福的内容来 祝福大家 然后代替我的再见 我用西班牙 耶华 阿ドナイ 维什麽 雅 耶 阿ドナイ パナベレッカ ビクネカ 伊萨 阿ドナイ パナベレッカ 维什麽 シャルオ